關於耶倫會有一個重要的談話在今天會發表 大家都看到這個談話很大機會除了促進中美貿易之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消息就是有史無前迷對中國進行多方面的禁制 主要的理由就是要進行公平環境 大家要進行互利經濟競爭 以及美國和中國之間存在一些矛盾 美國的國防部也提到對於中國的一些所謂尖端技術 包括各方面的芯片和人工智能都要做一些禁制 現在還未公佈 不過他的聲明會講述拜登的主要目標 這個主要目標是壓制中國的商貿和技術 如果大家回到時報看看 Thomas Friedman的文章都知道 因為始終中國是一個不被信任的國家 Thomas Friedman的說法可能是很符合美國高層的看法 他就說永遠要讓中國的芯片落後美國十年 這才是安全的 為什麼呢? 世界是美國的 這是一個非常不幸的所謂他們的堅持 所以也令到由於中美的科技會脫鉤 美國只會做有利自己方面和中國的貿易 其他關於技術 可以令到中國受惠的任何事都不會做 即是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計算這些領域都應該會全禁 這就是美國輸一套做一套 又說不尋求和中國的對抗 又說不尋求冷戰 又說不尋求和中國脫鉤 那種種的問題就在這裏見面了 不過就是 關於中國經濟的發展 其實昨天也說了 第一季度的GDP超過預期 當時說到就是 中國季度是4.5% 但問題還差一點 中國其實希望今年的GDP可以去到5% 現在還未去大問題 已經高出很多國際分析了 當時說到最主要是拉動了國內的消費 國內的消費都頗為強勁有反彈 那看回官媒 《環球時報》的一篇社論就是 一季度的GDP超越其實不敢意外 即是說陸續會有好消息 今次最主要的 大家看到這些數據 就是在製造業方面 投資同比增長7% 即是說在製造業的投資 中國是繼續走實業經濟 這方面是不斷增加 對外的出口是 在製造業經濟發生了8.4% 這個消費也是 消費多了超過10% 如是者形成了這一季度 是這麼強勁的一個數字 亦都顯示到中國的經濟 這方面的樂觀 不僅是成為中國的民生會 一個保障之外 世界的經濟有望 受到中國的經濟向好 因而就會受到更加好的位置 更加好的來的受惠 預計五一小長假將會來到 旅遊市場就會非常之火 國外也有很多人旅行 另外一次可能是消費的高潮 但是在德國的新聞說 世界苦於通脹 中國擔心通縮 其實通縮是什麼呢? 通縮就是物價會掉頭向下 因為原來就是說 一方面中國的消費 他們認為不是那麼好 於是物價就升不到 很多人就把錢放進銀行 於是通縮代表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要買越便宜 其實代表你的經濟是衰退的 這個看法 當然這個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西方的看法 就算中國用其他的刺激方法 都拘捕不到增長 就算是放了水給社會經濟裡面 都有人放進銀行 也是用於還債 甚至不會用銀行 總之不是這麼看好 這個是兩邊給大家看 環球時報覺得 還來4.5%已經超過了 所謂的國際預測 現在我們的通脹是低於你們 美西方應該是好事 但這個叫做通縮 即是語言中國會有經濟衰退的危險 當然也搬回一些大家很熟悉的數字 比如說 12-24歲之間的人口 就有20%的失業 大陸生股找不到工作 不過我就走完一轉這個所謂大灣區 香港的大灣區 問題是說我們有出另一個大灣區 你看到到處都請人 當然了 是不是很好的公眾 這些事情不清楚 不過總的來說 都很嚴峻的 很多事情 現在是被其他國家圍堵 所以著力擴大需求 因為那裏是GDP 人均收入比較高的地方 我覺得那裏的氣氛都相當不錯 至於你說 中國會擔心通縮 這是另一個問題 看看專家怎樣說 不過再看環牛時報的語調 非常樂觀 另外今天我們要講 今天的故事 另外也是黎柳氏 另外另一個柳氏 就是一位的作家 或者是學者 不知道怎麼稱呼他 叫做龍英台 龍英台的一篇文章 應該都很受環社會的觸目 龍英台說 北京未開一槍 已經為台灣社會帶來裂痕 我不知道他用文學家的手法寫 還是用政治分析去寫 他講到現在台灣是有戰爭的危機 有戰爭的烏雲 令到台灣比較撕裂 一方便有些人說 世不投降 即是他用講故事的方法去講 講故事就好 你去中間會有觸碰點 因此你會更加相信他的論調 他似乎不是跟你分析 他似乎跟你說故事 但這個故事是非常有指導性 有所謂的痕跡 令我覺得龍英台是甚麼人 因此才和大家分析 他一直說 現在是台灣的分裂現象 但舉例子 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我作為一個外人 為何要引起這些例子 似乎是否跟現在台灣的形勢是一致 還是反映台灣的現實呢 首先他當然說 擔心陀跡劍會不會轟炸 當然他不會說我認為是否 引述一些朋友講法 有些人講東 有些人講西 於是他將現象說出來 他似乎是台灣人民是相信台灣被攻擊 是因為看不過眼的台灣共有成就 另外就是 回到他自己個人的看法 他50年代還是學生的時候 教室裡貼滿了小心共匪 就在你身邊的警告 當時台灣和白陸方面還有戰爭 直接的戰爭 經常是賣這些所謂的威脅文章 或者是這些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這個是中式的中國威脅論 或者台式的中國威脅論 也說到 在一個讓利的政策之下 台灣的農民曾經有過很多機會 不過最近通過這些禁禮 就是收藏了市場 很多人的農產品 就賣不到過去的兩岸 就是兩岸的對岸 他引用一位叫潘志文的先生 少我覺得是QK 就說這位潘志文 很熟悉德川家康的歷史 德川家康是日本的歷史 這位是十七世紀重要的軍事統治家 以內心和毅力稱之為 這位潘志文 受了大陸的政策影響 賣不到過去大陸 有些虎老的時候 看回日本的絕作 他說 如果面對中國的訪問 我們要引用日本的美德 這個美德就是內心和毅力 我就覺得奇怪 可能我不是在台灣生活 台灣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 算是戀直 我心裡覺得是 用德川家康的內心和毅力 這些農民繼續艱苦去為這個生活 而打拼不怕你這個威脅 不怕你這個所謂的禁制 如果有戰鬥機起 投降飛機的時候 你猜我們農民做什麼 我們繼續耕斷 非常文學性 接著又再說一下 起到同一位漁民 這位叫陳志和 大家有一個見面 這位陳志和 很有型的 可以用傳統的方式 用魚叉叉魚 這些是否中國功夫呢 不是的 原來在日據時候 日本漁民是教他們 怎樣用魚叉捕魚 在日本 1945年 台灣半世紀的殖民地統治 這位五十多歲的陳志和 果然是伸手繳結 還是好像有日本武德 我聽下去 全部都是日本 戀籍 在大陸和台灣關係緊張的時候 這位曾經在國民黨裡面做過高官的 好像做文化部長 這位隆景臺 就是寫一些文章 在外國 當然是寫英文 我看回中文的翻譯 是吧 他還說這位陳志和 漁民說 如果戰爭爆發的時候 他可能會拿到八百公里的日本中城島 像不像我們一些 日本才是台灣的宗主角 我感受到 當然他的文章就是這樣寫 另外說到如果中國是入侵台灣 海外人就好像沃爺那樣去對抗 總而言之就是整篇文章是說到兩岸的戰火 兩岸的戰火 他兩位人物都秉承了日本一些精神 無論他是用飛叉去捉獄 無論他是怎樣去對抗的逆境 都是特尊家康 日本的傳統漁民方式 我實在這篇文章的印象就是 如果日本曾經是台灣的宗主角 很可能狼建台自己都不自知 他自己都留有這些所謂叫做 戀直的心態 跟香港像不像 我覺得很像 好像有些人 但我想今天就是用很短的時間告訴你 國共之間 或者台海之間的緊張是內戰什麼呢 為什麼 有一個政權走到台灣呢 大家有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我跟龍英海差不多一年多 我很清楚 國共內戰 國共內戰 國共內戰死的人 平民家軍隊可能死了幾百萬十人 上千萬人 國共內戰爭 國共內戰爭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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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了 當國民黨去了台灣之後 還有什麼問題 變成美國的軍事基地 大家可能會說 台灣根本是對中國 大陸是沒有威脅的 他是弱者 我找回一篇文章給大家看 BBC 這個故事其實全台灣都知道 不過我們的香港人 比較小感覺 原來台灣當年在八十年代 曾經是想私自獨立 自發地生產核子武器 當時在1970年代中 這位仁慶 當時成為一個很知名的人物 因為他帶走了一些重要的情報 因為他覺得台灣現在搞核戰 即是搞核子武器 可能會影響整個台灣的局勢 這位是中科院的核研究所上教 副所長叫張憲儀 台灣人應該很熟悉 即是說台灣曾經在一段時間 想自主發展核武 是不是弱者 當然台灣為什麼有這個能力 台灣第一座核子反應 是誰送的 台灣核電廠是哪個國家製造的 台灣的核子燃爬是哪個國家來的 台灣的核子工程師在哪裏留學的 美國 還有在這個 曾經有解密文件 台灣曾經在這個基地裡 注冊過美國的軍機 而這些軍機是輝達核彈 台灣之對於大陸 是不是一個弱者 是不是一個完全沒有威脅的 純樸的農民和漁民 是飽受你現在中國的威脅呢 七十年來中國可能都很差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了道 是不是 你已經開始有核電廠 你還希望可以發展這個核武器 幸好這位是張憲義這位的人物 因為我覺得這樣不對勁 於是將這些機密文件或資料 一起 拿走了 走去美國 於是中團 美國一定知道 原來台灣想搞核武 一定是制止你 因為為什麼呢 你是不可以不需要聽我 是不是 你是否已經突出我控制範圍 這不是說美國是對中國是仁慈 施核武的問題 這是在國際身體裡 說台灣你變成了一個壞孩子 可能是自主要禁制的東西 那我怎麼控制你呢 你整一支東西過去這個廈門也好 上海也好 真的爆發核戰的時候 人家當然會追問 你的核技術哪裡來的 於是美國 於是中美或者是美俄 或者整個全世界會怎樣 會太亂 那你是不是一個小小的地區 是否能夠槓桿到整件事 美國當然不讓你這樣做 但是告訴你 台灣的人很相信 就是台灣的核武 只要一放水 隨時可以有核子武器 施於對岸 我們有沒有用過核武器去威脅過台灣 好像我沒有聽過 為什麼台灣這麼在意做核武器 是呀 扔過去美國 扔過去日本 衝繩去報仇 所以我用了幾分鐘時間 可以證明到 反正給大家看 龍英堂的文章 如果它不是愚昧的話 是多麼虛偽的 兩岸為什麼出現戰爭的問題 這就是國家的統一大業 台灣是要成為美國的熟土 民進黨的走法 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 台灣可以部署核武 可以自主研發核武 嚴重對中國國家的安全威脅 如果美國是這麼重視國家安全 而用了一切手段去維護自己的國家安全的話 任何國家都有這個權利 台灣不是國家 台灣是中國的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一個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台湾問題 統一台灣是中國的內政 從一個弱小的農民和漁民的不法去反正 或者是去比喻中國好像是橫不趕你的時候 我想試問你 台灣是有核牙 有核爪 有核子武器攻擊中國的危險 包括它自主研發 包括成為美國的基地 這些不是我說的 而是歷史 當然你說美國軍機有沒有圍過核彈 言之作作應該是當時部署了這些 永遠台灣是中國的威脅 除了它是我們熟悉之外 所以我們要進行中華民族偉大統一 為什麼一定要把台灣 一定要統一回我們過來 因為這是我們國家安全 也是我們偉大復興的一個重要的工作 反正說台灣永遠是置於人之下 中國會怎樣呢 十世紀的人會怎樣呢 你龍泳堂各個沒有得到台灣 是否中國一部分 台灣是否中國人呢 不要寫一些文章 很少 等於我再舉個例子 用了幾分鐘 就是說 我是Thomas 我是作家 我在2018年2019年寫說 假如美國過來侵佔香港會怎樣 為什麼我們每天都在這個恐懼之中 會被人扔汽油彈 可能會被人燒傷 我們永遠 我們香港是一個弱小的偽民 是面對美國這麼大的壓力 這麼大的侵佔 這麼大的所謂 由這個民生 對於這個輿論 對於學校都有攻佔 我寫一篇文章 你會覺得怎樣 你覺得說 我不可以接受 我接受到龍泳台這麼說 就說 中國是相當之 對台灣是一個以大欺少 一個威脅 但當我剛才說出這件事 承認了 即是 國際人承認了 台灣這個所謂的核武 這個想法的時候 大家應該可以很明白清楚 你絕不是一個 那些龍泳台想寫的 這樣的小朋友故事一樣 無論你的不足 多觸碰都好 我到這個年紀 都看過你這麼多文章 我希望你回頭是岸 以前寫很多東西 中國的民族性 多麼卑微 寫西方怎麼這麼高大優雅 而今天你寫台灣的人 還是戀直 對德專家思想的崇拜 絕口不提西方 即是沒有當時龍泳台旋風 當時寫文章的不足 就不是跟西方文化比較 就是換起 即是我覺得你想換起 或者激活一些 台灣的戀直思想 台灣的中主國 不是美國也好 都是日本 與中國無關 這些是台灣很多人的看法 危險嗎? 對於我們十四億人 有沒有問過我們呢? 我們會不會繼續讓你這樣做呢? 這是否危害到整個中華民族呢? 我希望這幾分鐘可以大家 即使我說不服你 你也都可以深思思思思思思思 這是BBC資訊 不是環球網的新聞 亦都是在台灣中 我看過的網 大家都知道 張獻毅這位人物 也都覺得說 台灣應該有核目 很多人不思考 台灣是共躍者嗎? 核牙核爪? 而你所說的就是社會撕裂 全國台民眾現在很驚慌 涉於這個巨動之下 我覺得這不成立 這是我的看法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 石榴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講的中國新聞時時分析 石榴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力步 去巴士力步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力步訂閱石榴台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